那么世界宗教和平组织 我这次是第一次接受邀请参加 这个会这个组织已经很多年了 是世界性的 参加的宗教团体有30道口 我很受感动 他们有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习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有不少宗教家提出来 我们对信徒 传播教义 绝对不要批评其他宗教 不要攻击其他宗教 这是多元文化落实的起点 但是不够 如果是半年再次开词会 大家在那谈谈 永远不能落实 我这次被邀请 他们对我很重视 因为会议只有两个小时 每一个宗教团体的发言 大概五分钟 他给我三十分钟 我把佛教 什么是佛教 告诉大家 佛教是教育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教育 基督教也是教育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基督教是上帝的教育 天主教是神的教育 伊斯兰教是安娜的教育 我告诉他 突破宗教的框架 走上教育的途径 才能落实 帮助这个世界 一切苦难的众生 进入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感谢观看